今天啊,由于昨天下雨,今天大风降温啊,这个风实在太大了,咱们不钓鱼了,咱们现在给大家说一说啊,我们出门,呃,这是跑了二二百五十公里了今天啊,这是第五天啊,看看咱们的装备,呃,如何钓鱼,包括周边的环境给大家分享分享啊,喜欢床车油吊的,可以关注一下老孙啊,呃,这是我们两辆车,这是姚哥的车,这是我的车啊,呃,我们就是在车里睡, 啊,可以看一下车里头 这是我的吊具啊,都在底层放的啊,然后这是我的被褥啊,一个人的单人床,如果需要俩人的话,我把这儿腾开啊,这又成一个,昨天晚上太冷了啊,我把电路的都使上了啊,这家伙要没电路的,昨天晚上也够劲的啊,有电路的呀,就是需要咱们说这个电源了啊,这个电源啊,我车上 车上是一个3.5度电的,姚哥是2.5度电的啊,我现在车上一直是满电,因为行车车充嘛,啊,不费电,呃,姚哥这个,我们这五天啊,一直是用的姚哥的这个,这个移动电源啊,五天了,呃,今天看了看最低用到了30%啊, 啊,然后把这个太阳能充电板给它铺上啊,给这个电源充充电,原本我是打算在车顶上啊,安一块充电板,但是考虑到一个是安全,一个是风阻啊,后来我们就取消了啊,这是我们的大本营啊,因为下雨嘛,这次用了一个是防雨的帐篷啊,在里边躲雨,然后我,我的帐篷就不知道,买灾了。 哎,一层遮雨的,一层啊,打蚊子,打沙子,进来看看。 我平时啊,给大家编辑视频,我就得把电脑,还有移动WiFi,啊,这些东西,我都带过来啊,这是这个移动WiFi,这是电脑主机,这是个是姚哥的这个充电器,充电这个移动电源啊,现在正充着电的, 34%啊,那边还用着电饭锅了啊,看一下啊,那边还用着电饭锅了,我说边充电边用电啊,所以说这个出门啊,移动电源非常非常关键啊,这个是,一个是水,一个是电啊,在我们上一个标点的时候啊,钓点的钓鱼的时候,当地的钓友朋友们啊, 非常热情啊,我们把这个桶啊,给了他们,人家钓鱼来,给我们带个水啊,水非常非常关键啊,现在电够用了啊,主要考虑是水的事儿, 这个,现在这边是北啊,北边是一片生活区,这应该就是,呃,东平县啊,县城了,后面就是,然后这一个大湾子啊,我们选择湾子,因为这个水深啊,我们昨天用路,这个滑漂测了测啊,水深跟我们当地,当时钓的地方差不多啊,水深,大概就是一米五左右, 判断这个地方会存鱼,避风向阳嘛,啊,然后周边有些水草,呃,过两天我可能想尝试尝试传统钓啊,找一个那个一般人够不着的地方,去试一试啊,我们选择这个钓鱼的这个标点啊,方便停车啊,看多宽固啊,啊,这边也能钓,这边也能钓,啊,可以选择一下,啊,这是一个,也是避风向阳的一个弯子,那边, 靠近那个弯子根那儿啊,有些芦苇啊,水草啊,我觉得比较适合传统钓,这个地方相当相当满意啊,就看鱼货了,然后,对面啊,冲着就是主河道,大河,所以说这个弯子我感觉会存鱼,但是这个季节啊,可能还是以鲸鱼为主了,像鲤鱼啊,草鱼啊,什么鱼啊,可能会,啊,不是特别好钓,来到这路上, 柳树还没有绿啊,现在已经,啊,长出心眼了,特别绿,特别绿啊,感觉心情特别舒畅,这回出去钓鱼啊,实际上我要努努力啊,每天不能低于15斤,啊,但是,天天钓就没有意思了,啊,还是以享受生活为主,鱼钓够了,够吃了,就行,啊,每天钓,也,也挺烦的,啊, 咱们还是,啊,这个,修身养性,啊,旅游观光,啊,这个,我也形容不出来了啊,反正是心情特别特别舒畅,啊,这个是大清河的主河道啊,非常宽,我感觉要到对岸可能在400米,啊,这个宽度, 呃,脚底下都是现成的钓位,啊,这经常有人钓,但是这个季节可能不到,啊,他们主要还是,呃,偏向于大鱼啊,这个季鱼可能不太感兴趣,啊,不像我们,我们只要是超过三条的就开心,啊,呃,听当地钓友说呀,在桥的东面啊,有一个石头坡,那个地方可能是有这个,跪鱼啊,我们有机会去试探试探啊, 啊,这里边什么都有,啊,啊,鲑鱼啊,啊,啊,什么,青鱼,啊,鲤鱼草鱼,想不到的,想到的,它都有,啊,到了饭点了啊,呃,又开始忙我吃了啊,现在整天就顾着嘴了,啊,看看姚哥的装备啊,这是专业玩户外的,才买这个,啊, 看这套装备,这才叫集成灶的,啊,集成在扩展,漂亮, 党红板, 这就开始准备,我们的午饭啊,看来就是蒜苔炒肉了, 还八顺啊,啊,要做粉皮烤肉,哦,粉皮烤肉, 在说的,粉皮烤肉,哦, 这昨天买的粉皮,是当地特产,哦,就炖菜比较简单,哦, 有汤,有水,有肉,有肉,啊,有肉,起锅烧油, 把肉煸炒一下啊,姜丝,打蒜,风大啊,今天风有点大, 这是炒完肉了以后,加水,再使锅炖, 这样的,拿冻简了吗,这些, 哈哈, 撕吧,撕,撕是, 直接放里头就行,还就放了,不施, 你,撕一张饼了,这些,蒜苔, 蒜苔,放肉,下蒜苔,这就快好了呗, 哎, 割白菜行不, 多谢,成水肉片了,哎, 本皮靠肉,就是,这个,最后再加点醋, 再加点这个,胡椒,胡椒粉, 辣,酸辣的,这个其实是一个邯郸饼菜, 早上起来给做了一个,那叫,羊,羊,羊春面, 羊春面,啊,没点油,搁点酱油,搁点咸盐,一半, 给它葱花, 那中午呢,炒也不愿意炒, 炖,炖也不愿意炖,整个粉皮靠肉最简单, 对,好在他们当地这个粉皮真薄啊, 没有见过这样, 给醋, 这醋割不少啊, 割少了,没有酸味啊, 给点胡椒粉,黑胡椒,好嘞, 关火, 炖, 灯火肉, 出, 这蒸了大笔饭啊, 今天我做饭,吃的是米饭啊, 这个叫粉皮靠肉,先给老孙尝尝, 哎,明后天能不能吃上鱼,是吧,就看它的了, 这两天先把它照顾好,没问题,这个地方太有信心了,这鱼太好钓了, 先看当地的粉皮,非常薄,尝尝味道, 鱼太好吃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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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正宗的粉皮靠肉, 来吧, 吃饭了, 来块肉, 来块粉皮, 来块粉皮, 尝尝摇割手一个啊, 啥不说了啊 赶紧吃吧 都太棒了 风小点了啊 咱们来踩踩点 看看他们周边 有一个环境啊 又跑了一段 看看这个地方车多啊 来点瞅瞅 掉怎么样是吧 十来个了 大不大 三个点 他说这个断桥是指着这不 转桥 转桥 应该在这里 串桥的不小 早上来的 一两点多边的 一两点来的 上的一般 可能是时间段不对 不过这也都是小弯小岔 适合叫寄予 它这都是这种路啊 然后开到水边 大森林 夏天这里走得凉快的 对 到基地了 这是出门采购 打水 这个网非常重要 有水有电就行 肯叫哥买了多少东西 那么多烟 又买草莓了 草莓 咱们今天休整一天啊 为明天钓鱼打打基础 这个地方我看钓鱼人来的并不多啊 可能是出的并不是太理想 但是我相同这个地方了啊 搞上一袋子 这个今晚吃鱼 小米啊 直接就一瓶 穿高里头 这个水比大概是40%左右啊 不够了可以再加 今天的卧的啊 我打算分两次打 现在先打上一半 然后呢 到了晚上10点钟左右 我们要睡觉的时候 我再把这一面一部分打里头啊 因为啥 我怕这里边手势多 隔一会隔不了夜 好嘞 希望明天有个好的成绩啊